多数人认为这里是宋朝时期的一处制造钱币的工厂 而这钱币疙瘩应该是金库里的钱秀气而长的 然而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专家否定了 断定这不是一处铸币厂的遗志 专家的依据是什么 一是在发掘现场没有发现铸钱所必须的器具 根据中国钱币在门 1963年在广西的宋代铸笔厂内发现大小不同的干锅 1987年在四川西昌市发现一座东汉铸钱遗址 在遗址内出土陶制石制铜制钱饭14件 这就说明要铸钱 钱饭与干锅是必不可少的 要铸铁钱先要将铁融化 然后交入叫做钱饭的模具中 融化铁必须先用干锅 而在这次发掘中却未发现任何像钱饭和干锅类的踪迹 而是没有铸钱所必须的材料来源 众所周知 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都是就地取材 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要设铸笔厂也是如此道理 据宋史实货之载 万州以多铁矿接至尖 所以说要住铁钱附近必须有丰富的铁矿资源 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这一点尤为重要 据郊州知记载 郊州的矿产资源有铅 重金石 煤 花皮莲 不灰木 鱼化石 铅矿 砂石矿等 没有铁矿 如果要在这里设铸笔厂 必须从外地运进原材料 三世没有历史记载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钱最多的朝代 铜钱铁钱兼用 据宋史地理质记载 有铸铜钱的铸笔厂十三处 铸铁钱的造壁厂九处 其余五处铸笔厂 未说明铸何种钱币 在郊州没有设任何造壁厂 铸笔厂金库的说法 也被毫无悬念地否定 那么银行的地下金库一说 是否一定能让迷雾消散 如果能 又是依据什么推测出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